从禅修、哲学与科学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佛法中的无我 佛文化禅观研发社主办的禅与大脑心智系列公益讲座 从佛教禅修、哲学、科学与医学等不同领域探讨无我 期望带动社会心灵公益 禅与大脑心智公益系列讲座 今年是第三年举办 当然我们最初的一个动机的发心 是以这个带动了整个社会的一个心灵公益 因为就是说要去关心每一个在社会大众的每一个人的心灵 我个人的一个思维跟想法 我觉得说寺院的宗教师、出家人 要从寺院走入社会去关心每一个人 因为就是说不论他是有亲近佛法 没有亲近佛法都需要 因为我们觉得说每一个人的心灵都需要被关怀 那这个心呢 它是一种开放式的 所以我们这个禅与大脑心智公益系列讲座的一个举办的方式 是一种开放性的 没有任何宗教的局限 众生的心是需要被关照的 有见于此 佛文化常观研发社与佛文化国际禅灵 三年不间断地邀请各领域的专家 与大众探讨大脑与禅学的意义 藉由不同领域探讨佛教无我的思想 让众生的心灵能够清静自在 史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苗栗采访报道